朋友们好,我是点哥 上一期视频我给朋友们介绍了都江燕水利工程的工作原理 都江燕旅游景区除了水利工程以外 还有很多人文景观和自然风景 像中国古代五大桥梁之一的安南索桥 伟人观赏都江燕水利工程所占的位置 以及在这里让大家很迷惑的二王庙等等 今天我们就去了解一下这些地方真实的一面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安南索桥 安南索桥是我国著名的五大古桥之一 它是横跨都江燕内江和外江的分水处 行走这样的索桥一定不要左右摇摆 否则走在桥中心会晃动很大 影响安全 安南索桥使这年代不响 至少在唐宋以前已经就有了 那个时候的桥被称为筍桥或者是竹藤桥 这跟他们那个建筑的材料有关 到了宋代改称桥为平氏桥 明朝末年毁于战祸 桥也就没有了 到了清嘉庆八年 这里的和氏夫妇倡议修建竹锁桥 以木板为面 旁边设有湖南 两岸的人可以安度狂澜 故而更名为安南桥 民间为了纪念和氏夫妇 又将这座桥称为是夫妻桥 现在在这里的桥墩上都有夫妻桥三个字 当时的安南桥也就是夫妻桥 全长约有五百米 1974年由于修建外江闸门 将原先的安南索桥 从鱼嘴的那个位置向下迁移了一百多米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 碧绿的岷江水从桥下流过 站在这上面看河里面的水还有一点晃 现在这个季节因为是枯水季节 到了风水季或者是洪水季节 站在桥上就能感受到汹涌波涛的岷江水 现在的安南索桥 桥长已经从原先的五百米缩短为二百四十米 非常别致的一座桥 如飞红挂空一般 现在的安南索桥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过去的索桥以木牌十吨支撑 用粗入顽壳的竹绳横飞江面 带在上面铺上木板 左右两旁是用那个竹绳为栏 现在这里是将原先的竹绳改为了钢绳 将原先的木桩桥墩改为了混几土桥墩 站在上面看 这就是真正的一桥飞驾南北 据华阳国志署之中记载 这座安南索桥的修建 不会晚于修建都江燕的年代 上面的这幢建筑就是秦燕楼 是一幢现代的仿古建筑 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 因都江燕修建于秦国而得名 整幢建筑为五层 这里面也有卖纪念品着 站在这上面 能观赏到整个都江燕水利工程的全貌 眼下这里就是都江燕水利工程的全貌 像安南索桥二王庙 以及玉蕾关 还有对面的清晨山群峰 都可以尽收眼底 盛世壮观 在没有建秦燕楼之前 我们现在所站到这个位置 这里是观景台 又称幸福台 是因为毛主席在1958年3月21日 曾站在这个位置 仔细观看都江燕 秦燕楼虽然是一幢现代的仿古建筑 但在清晨山都江燕世界遗产名墓中 它是唯一的非文物建筑 明江上游若隐若现的群峰都能看到 再往上面走就是紫瓶铺水库 秦燕楼在08年的大地震中严重破坏 现在的秦燕楼是在原先的基础上重建的 现在我们来到的这里是二王庙古建筑群 是位于都江燕旁边的玉垒山上 我们是倒着走的 现在是在二王庙建筑群的最高处 这里是太极殿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建筑 朋友们能想象到08年的大地震中 这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吗 当时这里的古迹文物全部都是伤害累累 庙门残缺不全 四处都是残砖断瓦 建筑群内的多个大殿都是坍塌了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殿宇建筑群 都是经过文物专家 在废墟中找文物残片进行修复 这个工程量是非常的庞大 正是由于二王庙古建筑群灾后保护工作杰出 所以被国家文物局授予优秀文物保护工程 特别讲这项殊荣只是授予过布达拉宫和二王庙 二王庙的核心殿与分别是大殿和二殿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二殿 殿内供奉的是礼宾与夫人神像 我们先要明白这里最初并不是二王庙 而是古蜀王望帝祠 看到的这些是二王庙的文物成略史 这里朋友们要记住这一只笑天犬 待会儿在后面还有这些文物大都是明朝和清朝时期的 刚才我说了这里最早是旺帝祠 为什么又变成了二王庙呢 这是因为南北朝齐名帝史 为了纪念都江燕的开凿者 礼宾夫子的崇尾功德 当时的一周刺史就将旺帝祠迁到了批县 也就是现在的批都区旺从祠 那里面就有旺帝和从帝的陵墓 将这里改建更名为从德庙 宋朝以后礼宾父子相继被皇帝赐封为王 故而这里就被称为二王庙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二殿前面的殿宇 这重殿宇叫大殿 大殿的前面这里也有一只笑天犬 这只笑天犬就是刚才文物区的那只笑天犬的复制品 三尖刀 这是一种武器 朋友们在这里可能会想得到 三尖刀和笑天犬不是二郎神的吗 我们先看一下大殿里面供奉的是二郎神 这与礼宾父子二郎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因为前后属地的造神运动 灌口的二王庙同属地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关系 当时在这里有一个叫王小波和李顺的企义 农民起义就借用了灌口二郎作为旗帜 当时影响还很大的 为了隔断那个二郎神与属地的关系 纵人中朝廷就将二郎神改造成了礼宾儿子 后来在历史的演变中 二王庙就成了二郎神的主祭之地 带有一种被神化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大殿里面祭的是二郎神 而不是礼宾夫妇 就是这样的 千古奇功都江宴是由礼宾率众修建 二郎只是带着一种色彩而已 山门上二王庙这三个字也是很有来历的 它是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的首书 在这里的识笔上 还镶嵌有礼宾以及后人关于治水的格言 上面一个视频我已经给朋友们介绍了 这里就不再重复 这也被后人称为治水三字经 都江宴的人文景观 我就简单的介绍几处 这个视频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了